钢铁侠托尼史塔克居然想和永恒族一起亲手造山 永恒族的领袖永恒至尊德鲁伊觉得变种人是异常存在 因此他决定消灭地球和火星两处地方数量高达120万的变种人 德鲁伊先是派遣永恒族士兵假装入亲变种人国度卡拉卡瓦 其实真正要袭击的地方是改造成了变种人星球的火星 乌拉诺斯降临火星阿拉扣 亲手杀死了万磁王在内的强大变种人 然后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将阿拉扣上的大部分变种人杀害 不仅如此 德鲁伊还派出名为海克斯的巨型永恒族战士登陆地球 是要将所有卡拉卡瓦的变种人尽数消灭殆尽 这场变种人和永恒族的战争已经不可挽回 想要阻止这场战争的永恒族人阿扎克潜入复仇者联盟 他找到托尼史塔克并说出他觉得唯一可以阻止战争的办法 既然永恒族和变种人的战争的起因是创造他们的天神族 那不如创造一个天神族 让天神来阻止这场战争 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这场战争 只是有的人认为永恒族杀光变种人是正确 有的人则疯狂发推文谴责永恒族那不人道的行为 当然也有人觉得不管怎么都会有超级英雄救自己 有人认为这场永恒族和变种人的战争再怎么打也无法阻止自己打工 也有人曾经认为变种人不是好人 但他反对变种人被种族灭绝 还有很多人并不懂这场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么这场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此时此刻的卡拉卡瓦 体型巨大的永恒族战士牛头赛恩正在发动进攻 牛头赛恩那晚如山体一般的巨大体型让变种人难以对付 但变种人仍旧在竭尽全力战斗 秦格雷还想叫埃索恶别莽撞 但埃索恶可不听 直接爆发恐怖的力量撞上牛头赛恩的身躯 这恐怖又强大的力量成功将牛头赛恩轰出卡拉卡瓦 但另一边雷射眼的战况不算好 因为他们对战的海克斯是能操控植物的人马里亚卡 雷射眼带着金刚狼一家子和部分X战警竭尽全力战斗 但是人马里亚卡操控的职务实在太难缠 就在这时候人马里亚卡的大眼珠子忽然受到多重攻击 不得不提一举 也就美队的盾牌赶紧在一堆能量里打架 赶来支援的人正是现任复仇者联盟成员 他们打完一招后从高空落下 很好奇美队你又不会飞又没降落伞 你怎么降落 另一边牛头赛恩爆发往灭火面 撞破山体冲了回来 而埃索厄似乎不是很欢迎复仇者联盟过来支援 但密克表示 复仇者想要帮忙杀死这些畜生 那就尽管来吧 听到这番话后 埃索厄也决定暂时放下成见 欢迎复仇者联盟支援卡拉卡瓦 雷射眼和美国队长紧紧握手 复仇者联盟和变种人达成同一阵线 但卡拉卡瓦20万变种人居民里 有大部分变种人没有战斗能力 永恒族也同时在试图破坏变种人的重生手段 所以雷射眼需要美国队长帮忙疏散变种人 将所有没有能力战斗的变种人 带到安全的地方就好 此时在卡拉卡瓦的高空之上 复仇者联盟正在配合变种人对付银身推压卡 凤凰使者与金奇队长和众神之王索尔 还有星球之力星标等多位强者出手 居然都没能打死一头永恒族海克斯战士 这时候金奇队长听到了请求支援的消息 原来是内魔配合变种人将牛头赛恩成功逼入了海 下一秒金奇队长和星标爆发恐怖的能量 打在牛头赛恩的身上 但即便是威力如此巨大的攻击 也没有杀死牛头赛 他反而将体子砸入地面对地漫发动攻击 地漫受到影响后 引发了地震和火山爆发以及海啸 包括菲律宾以及日本和澳大利亚 在内的几个国家都受到了影响 将会有上千人会因为地震和海啸而丧失性命 雷射眼知道情况危急 于是雷射眼让美队代付仇者 联盟先去救那些被灾害影响的人类嫌 刚来支援变种人就不得不离开 让美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没办法 复仇者们必须去救那些正在受到灾害影的人类 因此刚来一小会的复仇者们不得不集体离开卡拉卡瓦 得知复仇者联盟离开之后 夜行者生气地大喊这不公平 而命运则表示他都遇见了这个未来 他们将会孤立无援 因为向来如此 与此同时在复仇者风内 钢铁侠托尼施塔克真的打算和阿扎克一起复活始祖天神 但是他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这无疑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 阿扎克表示他早就有了一个计划 这也是阿扎克为什么要绑架凶兆先生的原因 有一些是只有他帮忙才能真正复活始祖天神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 钢铁侠和阿扎克前往英国伦敦 他们在这里获得了陨落在此的审判者天神组的正义指引 而凶兆先生则是去寻找只有他清楚的沉睡天神遗憾 凶兆先生曾经控制过一名实力强大的沉睡天神组 马卡里则是负责前往阿斯加德寻找毁灭者庄甲 因为毁灭者庄甲就是被奥丁创造出来对付天神组的 现如今毁灭者庄甲内部还残留的能量也许用得上 而瑟西则是被托尼释放 因为他需要瑟西帮忙造神 瑟西带领的永恒族人负责用将灵术重新激活天神组的心脏 紧接着钢铁侠和阿扎克以及凶兆先生继续商讨具体设计 他们想要设计出一个符合理想的天神 最终他们决定让托尼释塔克成为始祖天神的神经系统蓝图 因为托尼释塔克曾经操控过一具真正的天神身躯 所以他的身躯最合适成为始祖天神的基础程序 但与此同时在卡拉卡瓦 变种人还在努力对付海克斯 现在牛头塞恩的身躯成功被埃索厄打出一道伤口 后面那个名为菲波女王的海克斯正在为牛头塞恩治疗 但埃索厄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他瞬间加速 化作一道紫色烟雾硬生生撞进牛头塞恩的伤口 然后埃索厄在牛头塞恩的身躯内释放强大的念动力 念动力疯狂撕碎着牛头塞恩那庞大的身躯 牛头塞恩仿佛在最后一刻说了句求饶的话 但那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下一秒牛头塞恩的身躯直接爆炸 埃索厄用自暴杀死了那巨大的牛头塞恩 六个海克斯终于杀掉了一个 这是好消息 至于同样死去的埃索厄 他待会会被复活的 负责复活那些变种人的圣武人正在不断加速工作 他们需要优先复活那些有战斗力的变种人加入战斗 埃索厄和那些死去的变种人一起被复活 复活归来的他的记忆会有一点点缺失 但被他杀死的牛头塞恩却会记得全力 因为牛头塞恩也复活了 身为永恒族 他们被杀死后也会覆没 而复活的代价是随即夺取一名地球人的生命 但并没有人知道这一切真相 只会有个人突然暴死街头 变种人还得继续对付人马里亚卡和鹰身推压卡 但变种人并没有在这场战斗中战斗上 秦格雷正在努力想办法解决人马里亚卡 就在这时候天空忽然打开一道金色的传送门 有东西正在被传送过来 夜行者看到后大喊不妙 因为被传送过来的东西正是复活归来的牛头塞恩 这一次复活归来的牛头塞恩怒气冲天 因此牛头塞恩决定直接先翻整座卡拉卡瓦岛屿来陷阱 如果牛头塞恩真的整座 那么所有变种人都会死 看到这绝望的一幕后 夜行者紧紧抱住命运 在这绝望的时候 他只能祈求能有个神来救他们 而神即将回应他的祈祷 因为钢铁侠和阿扎克的造神计划成功了 死去数百万年的始祖天神再次获得生命降临 始祖天神伸长自己的手 并发出震慑灵魂的声音大喊 退下 这一生直接震慑了想要掀翻岛屿的牛头塞恩 天神的命令对于永恒族来说是刻入灵魂的绝对之地 因此所有永恒族海克斯开始遵照始祖天神的命令迅速撤离 造神成功的钢铁侠和阿扎克在帮助 因为他们真的完成了造神这一步可能完成的壮举 但还不等他们高兴完 情况忽然间就变了 始祖天神发出严肃的声音对全世界大喊 地球上的人类 听好了 你们这群孩童争吵不休 你们毁了这颗星球 你们对待彼此刻薄且恶毒 你们让我别无选择 因此你们的审判日到 始祖天神的身躯再快速一扁 他举起拥有审判指引的右手继续大喊 你们有24小时的时间为自己垫解 你们将被逐一审判 你们也将作为一个整体接受审判 若你们的正义多于罪恶 我将准你们生 反之 你们将再无明日 这很讽刺 被人类和变种人以及永恒族创造的神 要审判他的造物主 阿扎克对此感到不敢置信 他造的神居然要逐一审判所有人 按最终结果来决定世界的命运 这岂不是让好人和坏人同罪 他造的神居然这么不公道 赖人设计天神的神经 这番话可把托尼给气坏了 美队安慰所有人 表示现在不是互相责怪的时候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收拾他们造的神 始祖天神看到美队又在试图鼓舞众人 因此始祖天神决定第一个审判 这个永远都想领导世界的老好人 金光乍现 始祖天神化身为美国队长的模样从天而降 始祖天神降下审判 美国队长 你应当带领美国成为更好的人 但这个国家却每天都在变得更糟 这是你的失职 始祖天神将大拇指向下并大喊 因此你是个失败者 你没通过审判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始祖天神 居然没让美队通过审判 如果美队都无法通过 那别的人就更别想通过了 但得知自己审判结果的美队强作阵地 他需要托尼等人想办法解决这个始祖天神 而他负责来安抚全世界的人 是的 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美国队长 没通过天神的审判 但这对他们来说真的重要吗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够置身事外 但现在已经卷入漩涡 名为丹尼拉的小女孩知道明天要世界末日了 但在世界末日真的降临前他仍旧要上班 除非现在地球爆炸 失去自己孩子的杰达女士通过电视了解到了这一切 他只能相信美国队长和英雄能够解决这一切 小朋友也不知道世界末日的严重性 他只觉得如果明天世界末日了 那就可以不用写作业了 视角来到永恒族监狱的放逐区 乌拉诺斯很满意这位被复活的始祖天神的审判 他也认为地球早就应该被毁灭了 但永恒至尊德鲁伊发现情况不对 他们永恒族也将接受审判 这意味着永恒族也有可能遭遇猎点之灾 乌拉诺斯表示美国队长被判为失败者是因为失职 但永恒族现在还可以亡羊补偶 那就是修正过度异常 听到乌拉诺斯这番话 德鲁伊明白了 他立即安排海克斯和永恒族战士们继续去围剿变种人 这一次德鲁伊不想让他们的神失望了 如果事情到了超出德鲁伊控制的时候 他将会再次派出乌拉诺斯处战 此时此刻在复仇者联盟的临时基地内 钢铁侠托尼正在和阿扎克等人讨论如何关掉始祖天神 在始祖天神的身躯内有一个节点 只要有足够的力量攻击 就能让始祖天神解体 审判日也就结束了 而阿扎克光是听到这件事就立刻表现出强烈的反对 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关掉他的神秘 于是这场讨论不欢而散 就在这时候法斯托斯真诚地对托尼说道 永恒族的宗旨会强迫我们保护天神族 所以如果你们打算关掉天神 那就找个更安全且隐秘的方式吧 听到这番话后 凶兆先生表示他有办法 然后凶兆开始通过心灵传输联系白皇后 此时的变种人国度卡拉卡瓦再度被海格斯和永恒族入侵 X教授也在这场战争中再度牺牲 而白皇后接收到了凶兆传达的消息 于是变种人高层们进入精神状态开启宁静会议 命运将凶兆先生和钢铁侠以及阿扎克一起造天神的事情说了出来 天神的身躯内有一个弱点 只要攻击弱点就能摧毁他 十祖天神倒下后 永恒族也会陷入瘫痪 战争也就结束了 唯一的问题是摧毁天神可能会对地球造成严重破坏 但命运表示他预测的未来里不会发生任何问题 现在他们需要用投票来决定是否执行这个计划 经过宁静会议成员投票 最终5票通过 3票反对 1票弃权 投反对票的人很担心全地球人会因此遭遇到灭顶之灾 但命运表示现在别无他法了 投赞成票的人也认为人类也该和变种人共同承担一次风险了 而白皇后在这时候忽然表示他也有一个小秘密 那就是他曾以个人名义发起过一些外交提议 白皇后刚说完 雷射眼就发现卡拉卡瓦的传送门被打开了 只见大量异常族人穿过传送门到达卡拉卡瓦 异常族被永恒族压迫太久了 现在他们决定听从白皇后的建议 前来支援正在遭受永恒族迫害的血清们 雷射眼马上表示他们变种人和异常族不是血清 但克洛觉得很好笑 因为卡拉卡瓦的传送门只允许变种人通过 而他们异常族能够通过 就意味着变种人和异常族的基因足够相似 克洛大喊 拯救世界去吧 X战警们 我们会用我们的方式来磨盾永恒族的刀方 自此 异常族加入拯救卡拉卡瓦战场 变种人开始着手准备对付始祖天神 复仇者联盟的临时基地面 永恒族与卡拉卡瓦的战争造成全球受到波及 加上始祖天神的出现 导致事件再进一步的恶化 就在这时候阿扎克发现有人突破边界闯过来 是变种人入侵了 阿扎克和托尼赶紧问凶兆先生在干什么 随着凶兆先生一通操作后 始祖天神腿部出现了通往节点的通道 原来凶兆在为想要击溃始祖天神的变种人开路 凶兆先生笑了 只要能击溃始祖天神 就算会死数百万人又如何 华音刚落在场所有永恒族体内的宗旨被击护 他们纷纷大喊道 保护天神 保护天神 已经潜入到附近的X战警人知道自己被发现了 这场和永恒族的战斗已经不可避免了 只见下一秒大量永恒族人冲出来和X战警人战斗 在成功保护始祖天神之前 永恒族体内的宗旨会让他们永远战斗 而击溃始祖天神又是变种人唯一的机会 但永恒族的伊卡瑞斯实在太强大 秦格雷没办法绕过伊卡瑞斯 埃索厄收到消息后直接冲了过来将伊卡瑞斯打飞 这成功为秦格雷创造接近始祖天神的机会 同时钢铁侠发现正在冲向节点通道的秦格雷 他快速飞过去请求秦格雷赶紧停下 但是血红色的节点就在眼前 秦格雷不可能收手 他使用念动力奋力一击打在血色的节点水晶骨骼上 节点成功受到了足够强大的破坏 托尼大喊完蛋了 始祖天神的这个节点被破坏后 天神可能会爆炸 爆炸将会波及到无数个城市 秦格雷一脸不敢窒息 这和命运说的不一样 命运可是说破坏节点不会有任何影响 托尼表示他也不确定 但是他猜 应该不会爆炸吧 只见始祖天神的外壳开始出现裂合 狂暴的能量正在快速泄露 下一秒始祖天神化出威力极其巨大的炸弹爆炸来 爆炸波及之处一切化为基辅 这一瞬间无论是永恒族还是变种人都必死亡 始祖天神在北极的爆炸开始快速扩散 人们抬起头看向这忽然变成血红色的天空 但是下一秒大爆炸已经冲击到了城镇 瞬间所有人都被爆炸所笼罩 等到爆炸结束后 北极已经被融化成一片汪洋 大部分永恒族人死去后还留有尸体 而金刚狼死后只留下一身爱德纳和金骨架 雷射眼则是只剩个眼镜 而这一场爆炸其实并不是真的 在场所有变种人和永恒族纷纷纷抬头看上去 爆炸带来的恐惧经久不散 而始祖天神仍旧顶着审判指引矗立着 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每个人都能看见的幻想 阿扎克流下了眼泪 原来始祖天神一直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中 知道爆炸并没有发生的人纷纷喜机而起 因为他们捡回了这条命 始祖天神严肃地对全世界说话 听着地球上的人类 你们的英雄以为自己凌驾于审判之上 但现在你们看到他们是错的 你们的时间正在流失 竭尽所能证明你们自己无罪吧 紧接着始祖天神开始了他的第一轮审判 白皇后审判有罪 异常族领主克洛审判无罪 变种人命运与模型与审判为有罪 秦格雷在精神空间怒骂恶赵先生传递错误消息 恶赵先生不想争辩 直接转身离开 回到复仇者的临时基地面 经历了这一切的阿扎克 也在怒骂着罪魁祸首恶赵先生 但恶赵觉得说再多也没用 现在应该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托尼已经绝望了 因为答案很明显 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始祖天神会审判所有人 所以他们做什么都没有用了 用全息投影通讯的美队说还有办法 那就是他们还可以尽力确保自己通过审判 然后就是得全世界的人都团结起来 说到这 瑟西忽然间想到了什么 美队的一番话让瑟西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不久之后 在永恒族监狱的放逐区内 瑟西和鬼刀杰克潜入了这里 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结语 鬼刀杰克来到目标的监狱门前 开始想方设法开锁 这时候被关在里面的人发现了他们 瑟西安抚牢房里面的人 表示他是来救他的 现在全世界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所以他需要以为能让全世界步调一致的人 监牢的门打开了 被关押在里面的人居然是灭霸的弟弟星湖俄洛斯 有着爱神称号的星湖俄洛斯 也许将能统帅全世界的人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下期视频 AXE审开大结局 星湖俄洛斯能否力挽狂拦拯救地球 美国队长竟然敢单调始祖天神 结局便是被始祖天神烧成一具白骨 最终决战开启 超级英雄到底会迎来什么样的结局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享 AXE审判任何故事结束后将更新 复仇者大战予斯战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对本期视频的想法或者意见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想看的角色或大世界 就有可能被选为下期视频的题材哦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